有一個台台醫學教授 被幾樓的努力有疾控性侵 以方是來改讀他的醫生節目 不過台台醫學院 要在他採訪 要來調整教兵費 討論這個醫生 提出的合併案 三個比喻臨是出面 要求這個台台不要合併 台台是開營 現在教兵費還不會追出關營 在母親和我黑人眼鏡 三個省暴力的 受害者去行李家會 向由台灣大學和台台醫學院 以後屬性的關係 受害生病的抵折 去年節台台富山口醫學教授 切片黑幼兒同性侵 去讓台台便宜 發展違反疑書倫理的規範 改讀疑書的節目 不過今年一月份 台台省首帳風帝委員會 所以欠缺重分的政績為理由 做出省首帳不勝利的閣議 我們的傷口一次一次的被掀開 而過程當中 台大的調查委員 更毫不客氣的質疑我們 卻在最後的調查結果 告訴我們找不到這位醫師的相關證據 因證據不足 而不做出任何的懲處 台灣大學會在三個設備 調開到平衛 討論這個醫師 拿出的保證案 像還這麼說台台便宜 已經把這個醫生 做出改一個出訓 不過台灣大學 接著這個問題 稍微保持一體 方真好理解 也違反到有行為 應該有的最高度的標準 對這個過去百年培養 全台精英的最高學服 我們真心感到失望 這是縱容與姑息 我們再次呼籲 台大永久解除 加害人的職務 不再讓加害人有機會 利用校方授予的職權 進行類似的犯罪 究竟還要多少人在受害 台灣大學才會正視這個問題 呼籲台灣大學 能夠選起公平正義的大旗 以確保校園 是一個安全尊重 且公正的地方 台台回應說 告憑會今年十二月中 已經做出暫時聽平六個月 但才會調查的決議 也表示 因為地檢室和聖書教 風地委員會 都沒有認定 涉案的老師生理犯罪 才是違法的情形 所以涉案的老師 以法申請學平 不過告憑會 要不做出決議 會用違法行政 客觀公正 會跟我們 也會輕巧的關鍵來處理 接下來 總法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